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请你把所有视窗都可以关掉了 我接下来呢 我接下来就要去介绍如何下载 如何下载这个同药里领药日数重叠率 用药日数重叠率 那我请各位下载的应该是那个降血压 好 我现在要教各位就是说 如何如何去下载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 去降血压这个药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那就麻烦请各位 第一件事情 请打开Chrome浏览器 第一件事 麻烦请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麻烦请到我的教学平台 就是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.gl 斜线 那麻烦请在网址列的地方输入 这个看的比较清楚 这个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.gl 斜线 看我们在讲义的第一页 第一页 第一页有我的网址 在最下面 第一页最下面 可以吗 我其实是要给这个镜头看 说不定你们就可以 谢谢 到时候在复习的时候就知道 就在讲义的第一页的最下面 好记住这个r跟t要大写 最后面这个r跟t要大写 好 当你输入完毕之后 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个啊今天的日期今天的日期 我本来真的都设了密码 可是我还是希望 因为我不想要浪费时间 在那边告诉你们说 请你们安装什么解压缩的程式 所以记住到时候 这边我都会压缩起来 这这其实这些范例 我都有多多少做一些数据的清理 为了我上课方便了 好请点范例下载 请点范例下载 你不要点错了 我们现在今天的课程 只有请你下载一个 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要介绍到 cross join 好 所以麻烦请你只要点选这个降血压 降血压的这个下载图示 请点一下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下载 好 只要下点一次就好了 你看像我现在下载 这个资料比数等一下我都要去讲出来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要做视觉化分析 其实视觉化分析 主要还是要把描述性统计全部都讲出来 举例来说总共有几笔资料 总共有几个业务区域 总共是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 这都必须要讲出来对不对 好了我已经下载好了 啊对不起我下载了两个 好 好 当然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六个都下载下来 可以吗因为这答案都非常的大 好可是我们先讲一个 先讲一个 好 麻烦 下载下来之后呢 下载下来之后这个视窗你就可以关掉了 哎 麻烦请看一下 我呢 我呢 我呢会把上课的就是成品放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到时候都会加密哦 只有今天明天我不加密 只有今天明天我不加密 然后到时候我加密 密码会不会还在那边 还在 好 还在吗 好所以 所以晚一点我再告诉你们密码 好 那个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假设你没有跟上 假设你没有跟上 现在大家一定都跟上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 正式的开始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那 就是我做了假设 12点 好 我就会先把它存档 叫做例如说 对许01 好 一个什么什么档案 然后对许01 我就会放在成品观摩里 现在没有东西 是因为现在都还没有做嘛 所以你点它里面当然是没有东西 这样可以了解哦 我下午一点半 下午一点钟的课 我就会请你们从这地方下载成绩 我还是要请你们练习 学会一些事情 好 这边我就先暂时关掉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真的到时候会有成品观摩 这里面是有东西的 你看 你看像那个 我在那个台南 呃桃园厂 这一场 就是 那个 点它 你看这成品 一堆的成品在这里 可以吗 我们有算那个14日 那个再住院率 还有算一个 就是出院后3日 进急诊室的这个比例 可以了解哦 这两个其实是有类似关系的 但是就 不是同医院了 只要进急诊室就算 那 那接下来我们就 我就算一些脑中风的资料 脑中风就是抗血 有脑梗色的病患 理论上应该是以 那个就是 呃给给予抗血酸药嘛 然后 可是有人就是不给 有些有些医生他可能 不不先给他那个抗血酸药 好 他要是那个病患 现在的危机程度来决定他的 数字的先后顺序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接下来这些事情 我都先关掉咯 好了 我们已经有数据了 这个 呃 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的 降血压药 降血压药 至少